在浩渺的宇宙海洋中 太阳系犹如一个精致的宝石盒 每一颗行星都是其内嵌藏的珍惜宝石 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和神秘气息 其中 天王星这颗被遗忘在太阳系深处的宝石 以其独特的姿态和难以捉摸的特性 吸引了天文学家们无尽的探索目光 尽管它的天王的名称常被戏血 但天王星是我们太阳系中最难以捉摸 也是最具挑战性的星球之一 天王星的发现 首先 让我们回溯到天王星的发现之旅 1781年3月13日 英国天文学家威廉·赫西尔 首次用望远镜捕捉到了这颗遥远的行星 然而 它最初误以为是一颗彗星而非行星 由于它观察时使用的高倍放大率 以及它的望远镜是按18世纪的能力建造的 它看到的它看起来像彗星一样模糊 以及它使用的其他观察技术 皇家天文学家 内威尔·马斯凯林对赫西尔的发现 感到非常困惑 在1781年4月23日 写给赫西尔的一封信中 他告诉赫西尔 他已经观察到了它 并不知道该称它为未视魔 因为他在望远镜中 没有看到彗星的挥发或尾巴 并指出它也可以是一颗行星 然而 赫西尔坚持认为它是一颗彗星 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观察到它 强烈怀疑它实际上是一颗行星 或许 赫西尔内心也明白 彗星虽常见 但发现一颗新的行星 将是一项非凡的成就 然而 事实终究胜于雄辩 赫西尔最终在1783年 承认了这颗星球的行星身份 为此 乔治三世国王赐予他每年200英镑的津贴 作为他伟大发现的奖励 这笔钱在当时可谓是一笔巨款 但条件是他必须搬到温纱 以便国王能够透过他的望远镜 观测天体 尽管赫西尔曾提议 以国王的名字命名这颗星球 但这项提议并未得到广泛支持 最终人们遵循希腊罗马神话的传统 将其命名为天王星 象征着它在太阳系中的至高无上地位 所以经过一连串的观察与讨论 人们才开始逐渐认出 知道这颗行星 它的发现 不仅扩展了我们对太阳系的认知 也开启了天王星深入研究的序幕 太阳系的新边界 天王星的发现犹如一道绚烂的烟火 照亮了我们对太阳系的认知 将其边界推向了更为遥远的星际 曾几何时 土星被视作太阳系的终点 然而 天王星的神秘面纱已经揭开 便如一股洪流 将我们的视野 扩展至前所未有的广阔 它距离太阳之遥远 几乎让已知的太阳系 版图翻倍 自从天王星被发现以来 多数观测仍依赖我们脚下的 这颗蓝色星球 而唯一造访过它的 是1986年匆匆掠过的旅行者二号 它犹如一位孤独的使者 短暂地揭开了这颗行星的神秘面纱 却又留下更多的疑问与遐想 天王星的意态之美 天王星的一个显著特征 使它几乎是侧着绕太阳运行的 这倾斜的姿态 犹如一位舞者 在宇宙中演绎着独属于自己的舞蹈 这种倾斜不仅赋予了天王星独特的韵味 也带来了一系列奇怪的现象和谜团 它的环系统 虽不及土星之壮丽 却也别具一格 从地球的角度望去 犹如一枚在桌面上旋转的硬币 展现出出别样的风景 它的一天刚好超过17小时 而它的一年 或绕太阳的轨道 大约是84年 这很慢 因此最初很难将其确定为一颗行星 天王星倾斜之谜 为何天王星会如此倾斜 其赤道几乎与轨道平面垂直 倾斜角度高达97.77度 科学家推测 这可能与早期遭遇的巨大撞击有关 那场撞击可能来自太阳系内部的一颗行星 或是一系列小行星的连续碰撞 撞击的力量让天王星的自转轴 发生了剧烈的倾斜 形成了我们今天所现的独特姿态 然而 这起撞击事件的具体细节和原因 仍然是天文学界的一个谜团 然而 最新的研究 似乎为我们揭示了另一种可能性 2022年 巴黎天文台的梅兰尼赛伦菲斯特 提出了一个大大的假设 如果天王星曾经拥有一个巨大的卫星 并在其作用下逐渐翻转到当前的位置 那么这种倾斜也可以得到解释 我们知道 月球正逐渐远离地球 每年向外移动 约3.8公分 如果这种迁移于行星的旋转和质量分布 产生了某种共振效应 那么天王星的倾斜之谜 或许就能得到解答 然而 天王星的这个巨大的卫星 如今已不见踪影 它去了哪里 或者是否仍然存在 都是宇宙中尚未解开的谜团 天王星内部建构的奥秘 除了倾斜的自转轴 天王星还有许多令人费解的谜团 天王星宛如一位神秘武者 以他那独特的倾斜武姿 向我们展示了无尽的谜团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 便是他深藏不入的内部构造 由于距离我们遥远 直接窥视其内部 就像是天方夜谭 然而 科学家们凭借着锐利的智慧 和精密的仪器 如同侦探般细致地分析了 天王星的光谱数据 试图揭开他的面纱 科学家发现 天王星的大气层 宛如青沙般轻盈 主要由青河骸编织而成 而在这青沙之下 却隐藏着一个坚硬如铁的内心 一个岩石与金属交织的核心 外围则包裹着一层厚厚的冰衣 这些发现 为我们勾勒出了天王星的基本轮廓 但更多的细节 如同隐藏在迷雾中的宝藏 等待着我们进一步探索 在众多巨行星中 天王星以他娇小的身姿独数一致 质量仅为地球的14.5倍 它与海王星并驾齐驱 北归类卫冰巨星 与气巨星如土星 木星截然不同 所谓冰巨星 便是那厚厚的水 甲烷和氨冰层 然而 这冰层的具体细节 仍如物理看花 令人捉摸不透 科学家透过精心测算 发现核心的质量 约为地球的一半 而冰寒的质量则徘徊在9.3至13.5个地球质量之间 而在这之上 则是那轻盈而多变的大气层 氢与氦交织其中 如同诗人的笔触勾勒出了一幅幅壮丽的画卷 然而在这幅画卷中最为引人入胜的 莫过于奈兵的真相 它并非我们寻常所见的固态冰精 而是一种密集的流体 有时被形象化的描述为热安水海洋 这种奇特的物质具有高度的电导性 宛如宇宙中的神秘力量 然而在这海洋与核心之间 却隐藏着一个未知的过渡区 它究竟是明确的界限 还是模糊的交融 甲烷在高压下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是否会分解 释放出那闪耀的钻石之光 钻石雨的奇迹与奇异材料的魅力 在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的 极端高压实验中 科学家发现天王性的地寒底部 可能隐藏着液态金属碳的海洋 在这片神秘的海域中 或许漂浮着纯钻石构成的巨大冰山 宛如海底的宝藏 熠熠生辉 此外 还有一层超离子水 其中仰被强制形成金格结构 而氢则在其中自由穿梭 这种奇异而美丽的材料 就像是大自然的杰作 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 这些只是关于天王星内部的众多模型之一 真正的答案 仍隐藏在无尽的宇宙深处 只有当我们派遣专门的探测器 深入它的内心 才能真正揭开 这颗神秘行星的奥秘 天王星磁场异常之谜 天王星的磁场之谜 同样令人着迷 旅行者二号探测器发现 天王星的磁场 与其旋转轴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偏离角度 高达59度 这是所有行星中最异常的 这种复杂的磁场结构 使得天王星与太阳风的相互作用 变得异常复杂 如同一个谜团般令人费解 科学家试图解开这个谜团 探究天王星内部 是如何产生如此奇特的磁场的 然而 这个谜团至今仍未完全解开 同样 自从旅行者二号飞跃以来 天王星的磁场是否发生了变化 也是亟待解答的问题 只有当我们再次派遣探测器 深入其磁场之中 进行直接的测量和探测 才能揭开这个宇宙之谜的一角 天王星 最冷的行星 天王星虽内藏热情 却身体寒霜 是重行星中最冷清的存在 令人费解的是 尽管它比海王星更接近太阳的光辉 却落得个比后者还要冰冷的命运 其体表的温度直逼零下224摄氏度 就像是一枚深藏于宇宙冰窖的冰冷宝石 这其中的缘由 如同一个未解的谜团 让人们猜测 天王星的内部热源 或许在某种未知的力量下悄然流失 留下了这凄冷的星体 风云变幻的天气与大气 天王星不仅温度其低 其天气也显得异常诡异 它那倾斜的自转轴 如同一位结成不驯的舞者 在宇宙的舞台上演绎着极端的季节变幻 狂风呼啸 风暴频传 这些气象现象 似乎都在暗示着天王星内部那微弱的热源 而极地区域的极昼与极夜 就像是两极之间的永恒轮回 为这颗星球的气候与生态 增添了几分神秘与孤独 科学家如同探险家一般 借助模拟实验与观测数据 试图揭开天王星天气系统与气候模式的面纱 璀璨的卫星与环系统 天王星的魅力不仅在于其本身 更在于它那一种璀璨的卫星与独特的环系统 这些卫星就像是围绕在天王星身边的守护者 其中一些甚至可能隐藏着液态水海洋与冰壳的秘密 这些冰壳下的液态水海洋 如同被冰封的宝藏 等待着人们去发掘它们所蕴含的 关于天王星起源与演化的线索 而天王星的环系统 更是如同一位身着彩衣的舞者 在黑暗中翩翩起舞 它们的颜色与亮度不断变化 为人们揭示了天王星的一些基本特征 天卫三 天卫四 天卫七 和天卫八 这四大卫星 宛如四位身披冰甲的战士 守护着天王星的安宁 它们那冰壳下的液态水海洋 或许正是生命起源的摇篮 特别是天卫三与天卫四 它们的岩石内核 或许正与液态水相互作用 传递热量与养分 为生命的诞生提供了可能 而环系统那动态的变化与移动 更是为天王星增添了几分神秘与魅力 追溯太阳星云的起源 最后 让我们将目光转向天王星 在太阳星云中最初的诞生之地 这个谜团如同一个未解的密码 等着人们去破解 虽然我们尚未将探测器送入其中 深入研究其化学成分 但未来的某一天 我们或许能够揭开这个谜团的一角 发现更多的未知与奇迹 因为天王星这颗孤独的星球 正逐渐重回我们的视野 引领我们探索那未知的宇宙深处 天王星探索的未来 回溯至2013年的星光之旅 NASA透过智者之眼 精心策划了十年的星际蓝图 这场宏伟的探索之舞中 三大主角月染指上 穆魏二 那艘即将扬帆起航的快船 正许是待发准备在金秋十月划破天际 火星 那片红色荒原上的样本 虽已被毅力号悉心采集 却因预算的阴霾 而面临归途的迷茫 而天王星 这颗遥远而神秘的星球 在当时的剧本中 却如影尸般静谜 未曾掀起波澜 然而 时光荏苒 2023年的星空图卷 再次铺展开来 这一次 天王星如同沉睡的巨人 被唤醒在星际的舞台上 不再满足于匆匆一瞥的飞跃 我们渴望深入心脏 揭开它厚重的面纱 旗舰任务应运而生 承载人类的梦想与期待 计划于2031年启程 穿越浩渺的宇宙 直至2043年 抵达当天蓝色的彼岸 尽管资金尚未到位 尽管前路充满未知 但天文学家们 对天王星的向往与执着 却愈发坚定 结语 天王星 这颗独特的星球 宛如太阳系中的 一位异作舞者 以其倾斜的身姿和神秘的内心 吸引着无数好奇的目光 它的环宇卫星 如同宇宙中的精灵 演绎着动人的舞蹈 它们的每一次旋转 每一次闪烁 就像在诉说着古老的秘密 等着我们去解读 展望未来 随着科技的起飞 和探测器的进化 我们有理由相信 天王星将 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新的任务将带领我们 跨越星际的鸿沟 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结实 我们将更深入地了解 这颗遥远的星球 感受它独特的魅力与韵味 而在此之前 天王星将继续在星空中 一一声辉 成为我们心中最有趣 且未被充分理解的行星之一 让我们怀抱着 对未知的向往与好奇 一同期待 揭开天王星更多的秘密吧 谢谢您的观看 请继续关注并观看 有关新科技的影片